新年好 国际卫视在这里向各位观众拜年了 新年假期大家都怎么过的呢 国际卫视的青春特辑 今天要为您介绍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项特殊表演 穿剧变脸 中国传统戏曲中 脸谱一直是重要的一环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脸谱画法 比方说大花脸的是镜角 小花脸像是在脸上画块豆腐干的是丑角 整张脸上画同样颜色的 代表个性完整中正酣直 要是脸上花纹复杂由小色块组成 代表角色个性浮躁 左右不对称代表心术不正等等 而不同的情绪和性格 也可以借着不同颜色的脸谱来表达 红色代表赤感中心 蓝色代表刚强粗猛 白色只代表奸诈功于心迹 小小一张脸谱就能传达出这么多种 角色性格 难怪戏曲中光是画脸谱就是一门学问 但是画一张脸谱就要将近三个多钟头 要是想在台上来个角色情绪大转变时 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穿剧变脸的由来 借着突然改变脸色来表达角色强烈的情绪变化 通常是借着演员的假动作 或者是道具的演示 让观众看不到变脸的机关 而有瞬间变脸的错觉 现在常看到变脸的方式分成磨脸 吹脸 扯脸等三大类 磨脸是借着抹上油彩来改变脸谱的颜色 吹脸则是适心预备好各种不同颜色的粉末 在舞台上演员通常用扑倒的动作 脸朝下 嘴巴一吹让粉末飞到脸上 脸谱的颜色就改变了 在这三种方法里面 扯脸是最复杂 视觉效果也最好的 扯脸是让演员先戴上多张面具 表演时借着演员衣服上的丝线机关 迅速地将面具扯下达到变脸的效果 说起来简单 但是面具要做的合贴 扯脸的时候要让观众看不出机关 还真是一门学问 虽然说戏法一说破就不稀奇了 但是亲眼看到变脸的表演 还是相当令人兴奋 尤其搭配演员的动作和音乐 整体表演仍然是相当精彩 它是很瘋狂的 他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我说他移动的方式 他移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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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移动的方式 非常好 今年ICN电视联播网 特别邀请到来自重庆的 非物质文化影产表演艺员 其中当然包括 川剧变点在内 2月5号星期六上午将在 Pasadena Huntington Library Huntington图书馆与大家见面 过年想要有浓浓中国味的话 千万不可错过 国际卫视在这边 祝各位观众新春如意 兔年行大运